18. 東方日報 高官首認血緣於水 2015年7月27日 港民A02食水含源影響健康心源 食物及圈勒膚弊藍疾反人Q日首次表明 經專家分析後認為 居民血緣與食水含源初步同位數有接近的趨向 評估出居民血液含源量超標 可能與它們在食水內接觸到的緣有關 兒童成長發展受原水影響變得遲緩 官員亦承認血緣及食水含源的關係 港府未來將面對一大推薦體訴訟殺常潮 大律師表示事件可以向政府殺常 但最適宜到兒童升學後 掌握較多數據支持 街時的殺常潮就會湧現 前往抽血檢驗的小朋友在專車上透窗 滿懷希望的外望 何詠言攝 高永民作出席緣電視節目 即考稱 有關血液含源與水含源的關係 專家早前也指出 每種元素亦有不同同位素 比較在血液與食水中找到的緣在同位素分佈如何 若源頭一致 同位素的分佈變較接近 在第一批302名居民血液檢測中 初步看到同位素有接近趨向 根據專家評估 當中40名居民血液含源量超標 或與他們在食水內接觸到的緣有關 緣超標與接受持續性評估圈 甘缺P替手批血液含源超標的23名小童進行綜合發展評估 結果3名兒童發展較緩慢 高指出 這是一個綜合性評估 例如數月大的嬰兒 主要是評估肌肉張力是否足夠 六個月大是否可以坐好 是否可以抬起頭等 到約一歲開始 是否可學行路 稍後便會測試在社交環認之方面的功能 整個評估是持續的 高指該三名小童的發展相對於童靈兒童的發展指標較慢 會由評估中心繼續跟進他們的情況 其他小童則於母嬰健康院跟進 若評估發現有疑問 會轉界至綜合發展評估中心跟進 甚至轉界公立醫院而科治理 學者 多溝通在刺激兒童發展至於體內攝入後 血緣水平超標與智力發展的關係 高永文說 不相信在科學上能獲出一條線 若高於這條線 智力發展便一定與原有關或無關 若果醫護人員認為有方法可幫助他們追回發展 也會向家長提供適當建議 例如提供多些觀感上刺激 多些與他們談話 多些機會進行活動等 中文大學二科學系教授韓錦倫表示 發展遲緩分為社交 傾國及肌肉發展等 為全及環境因素均有影響 父母多花時間與兒童溝通 換傻 有助刺激他們言語 傾國及社交發展 五歲進行智力評估此準確至於肌肉發展 如果一歲都未能暫立 物理治療師可安排訓練 指導家長教子女多運動 他強調 智力評估要待兒童5至7歲時進行才準確 躺兒童血緣含量至輕微高出正常水平 家長或要考慮子女的發展問題會否適為全等其他因素 大律師陸偉紅則稱 兒童發展受飲用原水影響智力 可向當局索償 但現時未到最合適時後 待兒童入學後 接受學校評估取得進一步數據後 索償理據更加強烈 至於索償金額 他指一般是以普通人平均收入計算 及要進一步證據支持 碰兒童 雪 雪 雪